是,少爷,你们好好玩嘞 福南娜,咱现在这片地转转,说不定能遇到好药材呢 转完这一片,拐到后面就是小吃街,我们去吃个早饭再过来 到时候,会场里的商品应该已经全部陈列出来了 好,你们吃了吗? 没有 那一起去吃点 不过小吃街的东西可能比不上大酒楼做的精致好吃 他想说的是,王爷跟小皇帝受得了街边的小摊吗? 无妨,我小时候也吃过的 哟,看你穿这一身也是不差钱的拙 你还会去吃路边小摊? 我也以为你会去金碧辉煌的豪华酒楼 男子视线在钱万金身上掠了一眼 从小到大品位没变过 什么衣服都得绣上一团金线 你 这不是钱万金钱小东家吗? 你可总算是来了 我都等你好久了 贺会长,您不在后面看着 跑这干嘛来了? 来人正是徐州商会会长 只是他这种位置的人 通常只会在后方筹毛划策 怎么还亲自跑到厂上来了 嗨,还不是为了你 来来来来,快跟我走 江老说要见你 等了你老半天了 江老?谁? 不会是商会大老江? 噓… 此事不宜张扬 待会儿再说 跟我走就是 可是我这儿还有事呢 你去吧 我这儿还有红衣陪着呢 再说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还能走丢了不成 那我过去一趟 你就在这里逛逛 吃些东西 别乱跑啊 跟紧红衣啊 红衣 把福南南看好了 这里人多 别让他被人挤着 见笑了 你想买药材? 不是 只是随意看看 如果有想要的也会买 逛逛吧 好 风清白不着痕迹地 走在少女的后侧方 为他挡去两方的碰撞 另一边 魏红自动自发地护着另一侧 少年坠在后头 眼睛正亮 他真的发现了 黄叔的小秘密 天 装高了不跟人说话 也是确定连在人脸上撕的 刺都撕不开 如果有镜子 应该给黄叔照一照 你看看你什么眼神 在想什么? 在想相亲 相亲?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刚才只是想到了别人相亲的画面 不是说我要相亲 冷不丁身后一股力道撞来 把他撞得亮强 直直跌入了男子怀里 坚硬宽厚 带着强烈的男性气息 他整个人几乎全然被这股气息所笼罩 四目相对 周围一切仿佛静止 他忘了站起来 而他也没有推开他 对不住 对不住 耳边有人低声道歉 柳玉生这才跟被火灼烧使得猛地推开 心砰砰地猛跳 刚才他凝视他的眼神 跟阿修一样 一模一样 深邃而温柔 所以他才会失了神 为什么 他总是给他这种感觉呢 若没有什么想看的 不如先去吃点东西 好 想吃什么